你和阿翁 都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我以后 会比你阿翁 对你还好的 那你可不许负我 怎么会呢 我如果负了你 你怎么罚我都行 你如果负我 我就去喝忘川水 生生世世的把你忘了 我要忘了谁 你是谁 我要忘了谁 你吓死我了 早知道 你在梦里就这么会讲情话 我便不费这个心思 给你张罗了 你来干什么呀 今天是十五 永年啊 昨天向太奶奶讨了纸 让咱们出去看花灯呢 花灯 而且我会让翊王殿下 和裴赵 裴大将军陪我们去 好好啊 我还没见过李朝的花灯呢 我还没见过李朝的花灯呢 走啊 走走走走 走 快 洛西 殿下 五哥 裴赵见过三位公主 裴将军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小枫 你觉得我五哥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是说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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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马上就要嫁给我五哥的人了 怎么能不知道呢 怎么会是他呀 如今的太子之位 就在四哥跟五哥之间 我那个四哥 生了那项胆小 所以呢 现在宫里全部一边倒 全独五哥会做太子 小枫 再过十来日 你就要当亲娘子了 永宁姐姐这么做啊 其实是想让你跟五哥 多培养培养感情